大家好,我是酷琦 今天要来跟着大家一起收一下Peluzona的合作 老实说我记得,在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对于这个游戏的内容不是很了解 是直到最近,又宣布要复刻的时候 才去把PS4的动画给补一下 以前我还蛮有印象的就是虽然说不懂游戏 但是对于角色的图面真的是超级喜欢的 事后也去追了他们蛮多的音乐,觉得很棒 好,前面呢对于合作的感想 摘要就停在这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几率 6星有6只,然后2.5总共是15% 然后5星的话就总计是85% 如果把下面的3.5%的Skin也视为6星的话 赚蛋,大概是5次一颗吗 5次一颗的赚蛋哦 反正几率大概是这样子吧 不过以我最近这个运势哦,真的是 完全不敢期待,我觉得真的很可怕 诶,等一下 先来说一下我这次想要抽的角色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诶 等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之前抽的角色内容有什么 主要大概就只有这两只吧 阿玛米亚Lan和... Erizabes 阿玛米亚Lan我觉得 她转身进外后超帅的 而且技能也变得不错了 CD我记得是加1 然后颜值效果加1 结膀和解决性无效全解除 然后自身也能够作为攻击角色,不错 再来是Erizabes 我记得她的CD数也变长了 然后额外加的效果... 诶,应该说CD数变短 额外加的效果是属性吸收无效化 两回合 也是不错,不过这两只居然都是暗属性角色 这个颜色应该可以换一下吧 两个的... 阿两个的定位算说有一点不一样了 但是还蛮接近的 那这一次呢 最大的目标 就是我们的Narikamu 她的装备真的好强喔 SB武装 然后平衡杀 外加短回合CD9而已 伤害吸收无效化 这个对于没有上伤武器的我而言 真的是太补了 然后... 新角色的话大概想要这一只吧 Atachi Toru 号称是暗属性的大长球 虽然说我觉得跟大长球比好像有一点点不达嘎 毕竟这次是变身角色 所以... 真的要... 以攻击性能来说的话 好像还是大长球比较强 不过我觉得她跟路西亚搭配起来的话 应该是蛮有趣的 所以希望也能够中 然后其他的五星角色和六星角色 我们就抽到的时候再介绍好了 来吧来吧 那我们先从... 官方送的免费抽来抽 开吹纪念 啊...不期待不受伤 是Kinjiao 呀...这是谁啊 Mizuru Mizuru有什么特色吗 我记得她的超学琴还有一个... SB加...所以是5SB角色 然后自身在做一回合的延迟的话 可以作为6SB角色使用 只是啊...虽然说她有两个回复强化 只是她的回复力我记得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使用起来大概...不太好使用吧 然后再来是礼包的一抽 礼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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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包很有可能会出转弹喔 GO 咿呀...呵呵...没有 哦...新角色...哦...马上就来了 诶...这一只叫做... Putaba Putaba有什么特色呢 我觉得她的技能还蛮强的 哦...而且她是...不能练技能的角色诶 然后她应该是...双平衡杀...双...攻击杀吧 感觉有机会能够上场 之后应该能够来使用看看 而且她又是平衡type的 可以再叠加上去 好用好用 很好很好 虽然说新角色我觉得... 还是比较想要skin角了 但是skin角的那个3.5%我们就... 看运气吧 呵呵呵...感觉好绝望喔 来 魔法石的第一抽...GO 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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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没有 压...勾咯 勾咯我记得我卖了好多只哦 以前觉得...她的技能没有什么很强 不过...5%的减少 其实对于现在有超根性的敌人而言 我觉得可能会派上用场 然后虽然说这只角色的攻击力没有很高 可能没有突破2000吧 不过她有一个机械杀 然后她的超级性还有一个50%以下的攻击强化 所以真的要把她作为打手使用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再来 摸摸你的头 去吧 哼...没有赚蛋 KUMA-SAN KUMA-SAN不要出来了 你也是卖了好多只哦 以前我记得KUMA-SAN刚出来的时候 她的技能应该是还蛮受瞩目的吧 9回合的伤害减轻 以前是哪一个活动啊 我记得是猫咪的活动吧 有长时间的伤害减轻 而且可以持续的使用 KUMA当时好像可以作为代替品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现还进这种... %不高的减轻 好像也变得比较没有什么好用的了 你看现在修罗 动不动就是120%的重力 或者是更高的重力 根本就防不住 痛苦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觉得好可怕哦 鑽蛋那么难出来吗 15%应该可以中吧 鑽石 鑽石 没有 糟糕 厄运又来了 Yosuke Yosuke这个觉醒 我真的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这觉醒是什么东西啦 5个二体攻击加4SB 然后自身的技能也不是说多强 这干嘛要 诶 这是什么时候会用到啊 我一侵幸的大概就是 他是平衡type而已吧 而且我居然以前没有他耶 应该也是卖掉了 我再猜啦 鑽石 Yosuke 哇 终于来了 我的主角 诶 这只叫什么东西啊 Yuki Makoto吧 他的转身进化也是超级帅的 其实我记得他刚出来的时候 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这个图面 不过他这个图面真的超级帅的 以前他的技能也不是那么好用 6色阵然后全体的水属性总攻击力50% 这个 这真的很难用耶 不过他在转身进化之后啊 他的技能真的是超强的 6色阵 外加HP 和解禁销 算说他的CD数还蛮长的 不过他有一个5色加速 只是啊这两个手指可不可以合并一下 这没有合并看起来好碍事喔 而且这只角色的攻击力也蛮高的 应该能够派上用场 只是啊这次的转身角色我记得 在超觉醒的部分都没有另外一个SB 所以说要进变身队伍里面使用 恐怕就要稍微思考一下 很好很好很好 啊顺便说一下 他的装备是水属性的四狼刀 超强的 以前四狼刀的技能 有一点 有点难使用 毕竟就是全版面 强化 外加随机的 技能数减短吧 那这次呢 虽然说CD数也蛮长的 不过是三回合的基减耶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如果抽到两只的话 我们就装备化好了 很好很好很好 再来吧连续的转弹 没有 这一只角色 我记得以前好像有用过吗 我有练过他吗 没有耶不好意思 他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 毕竟像这种合作的五星角色 通常他们的能力值都稍微偏低 所以要使用的话 有时候有点困扰耶 Igis 这只角色的图面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觉得他三个空珠强化 也许还会有点用处 只是这个技能啊 我记得他CD数5嘛 CD数蛮短的 所以说计程使用应该也是可以 但是这个敌方 20的固定伤害5次 到底什么时候要用到啊 可能就速刷一些 嗯要速刷用嘛 不过他的SB又很少 不懂耶 不过光看图面就够了 没错 这就是一个看图面的游戏 一只日上 你已经出来过了 可以不用了 钻石钻石 拜托一下 摸一下你的翅膀 钻石 よしよしよし 有含有差 よしよしよし 终于来了 先说一下他的装备好了 为什么要说装备呢 因为他的装备还蛮有趣的 SB武装 而且我觉得这个SB武装 算是还可以用的 CD12 三回合耶 暗属性的攻击力三倍 这个好强喔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变身后的性能 号称 暗属性的大长球 然后CD2的增伤技 外加的是恶魔type的HP两倍 这个跟露西亚搭配起来一定很好用 7combo的限制呢 也能够靠单边的combo加成来补足 我觉得他的未来性还蛮大的耶 可是啊 我记得他的变身前是不是只有两个 诶 他变身前是什么东西啊 两个7combo强化 这个应该不需要吧 至少来一个封印耐性之类的 不然就SB吧 反正变身后就没有啦 不懂耶 很好很好很好 诶 啊哪里KAMIU还没有来 上来 YOU�İU充 YOU充趕快过来啦 GO 赞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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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上 不要再来了 不然来一个SKIN脚也可以了吧 金蛋来一个SKIN脚应该是 不是那么难的要求哦 SKIN SKIN Irange I 제2不需要了 不過我覺得這次的合作以50的性能而言還不錯 只是唯一可惜的大概就是五星角色沒有裝備化吧 啊不過50喔 50又要裝備化好像又有點破格的過頭 有一點難取捨誒 Yosuke-san 真的不需要你 如果這隻角色裝備化變什麼樣子啊 真傷的裝備嗎 感覺還比較好用 新角色連發 但都不是Skin角 好想要Skin角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次好不好 覺得好害怕喔 欸...都... Kiyomi 也還沒有抽到嘛對不對 新角色 然後Narikamiyu 也還沒有 Amamiya Ren 和Elizabeth本來就有了 所以說我現在還六缺 一...二... 六缺二而已欸 然後五星角的話就只剩KASMI而已吧 KASMI沒有沒關係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賺蛋 不然我就要用換的囉 好想要平衡殺武器啊 讓我反應很困擾的角色 啊... 好快喔 還剩五抽而已 祈禱一下好了 鑽石 對 心裡有想的話 一定會成真的 鑽石 我已經看見鑽石了 這裡 這裡 沒有滑到 波羅商機快變戰隊了 不要再來了 拜託一下 等一下喔 偷偷搶光起來下去 等一下 這裡 沒有還是沒有 剩三抽了 古馬桑 古馬桑真的只能賣掉啊 到底這種長時間的減輕到 限環境而已有沒有什麼好用的啊 好像真的沒有欸 頂多就是打李一行可以用而已吧 哇 能夠出場的攻堅真的是越來越少欸 要嘛就是要半減 要嘛就是積減的技能 而且CD數又要長 不然有一些攻擊根本就防不住 真難取捨啊 喔 よ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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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zabeth 好啦 她的裝備也許可以使用 她的裝備算說CD數還蠻長的 不過是兩回合的傷害吸收和屬性吸收無效化 這個技能大概就只有戴魔女的帽子能夠看到了吧 然後回復時間和操作時間1.5倍 就沒有什麼使用的用途 然後 呵呵呵 見環境啊 新追打也比較不好使用 嗯 裝備喔 有點想要把它變成代幣使用掉欸 好 沒關係 只要這兩抽有鑽石 然後又是U的話就可以了 沒錯 只要在這邊中刀的話 就可以不用交換了 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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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了 祈禱那麼久沒用 Yosuke-san 不要再出來了 欸 我還蠻好奇的欸 這一次以50的性能而言大家覺得怎麼樣啊 我覺得是還不錯啦 也許會考慮買一下六星的禮包 只是六星的禮包又重重複的角色 大概就只能作為代幣使用了吧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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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抽囉 摸摸你的頭 摸一下你的腳底板 GO 來個Skin吧 沒有 好啦 對於這次Skin角色的評價 我個人是覺得 有也好 沒有也好 那有的話是比較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 欸 應該怎麼看啊 這樣看好了 看入手劇 入手的話 第一隻是我們的 Yuki 然後還有新角色的 Toru 嗯 這一次的機率是不是不大好啊 還有一個 Elizabeth 完全無視你了 畢竟我已經有了 可是啊 這一次的進化真的好帥 私下 我覺得可能就買一個禮包吧 然後把角色給換出來 可是他的裝備也好想要 怎麼辦 都想要複數欸 這樣實在是不行啊 不過如果未來有抽到想要的角色的話 應該能夠在影片中使用 那這次的新角色呢 好想要拍影片 這個拍影片一定很有趣 希望能夠組出一個 我覺得個人 還不錯的組合 然後再介紹給大家好了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也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祝大家能夠順利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喔 掰掰